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想要再花一點點時間 講一下論文寫作的東西 就是論文寫作的東西 我其實都很詳細的寫在 大家的文本的這一面上面 你這樣詳細的閱讀 大概掌握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我只是要再提幾個重點 基本上大概有五個最重要的重點 一個就是說 大家要注意到你寫小論文 就好像當代有一個短篇小說家 在講短篇小說一樣 就是說如果你一開始描寫那個情景裡面 墻上面有一把槍的話 這把槍最後一定要開火 不然就是寫一個累贅的一個東西 也就是說我會希望你小論文裡面的每一字 每一句啊 沒有一句話是累贅的 每一句話 每一個字 每一段話 它都是為了同樣一件事情在鋪陳 沒有一個是累贅的 只要那個拿掉啊 對你的文章沒有影響 我就會說那個是累贅的 所以如果你的文章一開始在介紹 啊 薩斯比亞有多厲害啊 或是這個嗎 就有多厲害 我就會說這個是累贅的 因為這對你的argument沒有幫助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去講任何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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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點的文句都不需要 你每一字每一句每一段 它都是必要的 它的必要性在於說啊 你一篇論文的唯一的目的 就是要建立一個論點和一個argument 一個論點和一個argument 不要兩個論點也不要兩個argument 那你這個論點啊 你有一個主要論點 這個主要論點通常是幾個小論點 組織堆砌起來的 它們組合成一個主要的一個大論點 那你的一個主要argument是在去論證 這個主要論點是對的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主要argument 它也會有幾個小argument把它組織起來這樣 但是你最後你要注意到你的argument只有一個 你的主要論點只有一個 你所有每一字每一句都在為這個argument 為這個主要論點而去寫下來 沒有任何其他的這個理由這樣 所以less is more 寫論文的時候你要去想 你要把很多你想到的東西 它其實都是不需要不必要的 反而增加你論真的繁雜 它增加你論真的累贅 它都是拿掉要拿掉要拿掉的 less is more 越少其實是越好 一篇小論文最重要的virtue啊 德性啊 就是clean 就是乾淨 就是crispy crispy就是這個酥脆 你不要有太多的不需要的裝點累贅的東西 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為了你這個argument 和這個主要論點的奮鬥 這是大家通常犯了一個問題 我幾乎改小論文的第一次啊 有三分之二我都跟他們講說 你沒有一個主要的argument 你沒有一個主要的論點 你有兩個 或是說 你有三分之二的空間 都是在寫跟你的主要論文無關的事情 我會不斷地在叮你們這件事情這樣 就你們所有的目標都要做一個argument 和一個論點這件事情 然後避免累贅這樣 這是最重要的 還有就是建立反論 就是什麼叫做argument啊 argument我們叫論證對不對 argument它的核心是argue 是爭吵 所以你要說明你有一個論點的時候 為什麼這是一個論點 它是一個論點是因為啊 你看別人有不一樣的意見 然後你要去證明別人是錯的 這個時候你的論點就成立了 不然我們不知道你的論點是什麼 所以建立你的主要論點最好的方式啊 是建立一個反論 反論就是說你要建立一個 對你的argument對你的主要論點最有殺上力的一個相反的看法 你把它建立起來之後啊 你再去擊敗它 這個時候你的argument 你的主要論證就會出來這樣 比如說你可能會去講說 Coreonarus你覺得他最重要的政治上的追求應該是這個這個的東西 比如說應該是德性好了 對不對 可是你會舉一個反論就是講說 可是馬介維利會講說德性是不重要的 因為德性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德性應該是一種東西 然後你把馬介維利講得很強 可是你最後要去說可是馬介維利是錯的 其實德性才是真正重要的 你用馬介維利來做一個你的反論的一個對象 然後來去擊敗他 這個時候你的主要論點和你主要論點就會突顯得非常的清楚這樣 所以建立反論是一個非常能夠幫助你去建立argument和建立論點的一種 寫作的一個策略這樣 所以鼓勵你們再去要去發展你一個主要論點的時候 你可以先去想說那對他最主要的攻擊會是什麼 然後你把這個最強的攻擊寫出來之後再去反駁這個最強的攻擊 這就是你建立argument最好的一種方式這樣 還有就是區隔段路 就是說你會去分段嘛對不對 那一個段路啊你要make one point 這個跟我們整個論文的一個寫作的一個 基本的這個format是一樣的 整個一篇小論文是one point 然後一個段落就是one smaller point 那你整個論文的one point 就是這些小段落 這些段落的這個smaller point組織起來的 所以一個段落要非常乾淨的 只呈現一個小的point是最好的 所以你要去練習怎麼樣去分段 為什麼這些東西放在這一段裡面 為什麼不放在這一段裡面 它都要有非常清楚的目的 因為你這段就只是要make這個point而已這樣 那還有就是這個邏輯的銜接性 就是說你句與句之間啊 或者段落與段落之間啊 你都要嚴格的銜接性 這也是我會非常非常去注意的 我經常會說你這一句到這一句之間沒有邏輯性啊 你為什麼會從這一句跳到這一句 你為什麼會從這一段跳到這一段 它沒有邏輯性啊 我也會不斷去噹這個東西 所以你要去思考說你每一句 為什麼能從這一句跳到下一句 它一定都是有邏輯銜接性的 現在如果有機會去考RE和托福啊 你會發現英文寫作都是這樣在考的 它會去考你說為什麼這一句到這一句 它有這個邏輯銜接性 它其實通常是因為某個代名詞的重複 每一個主要 某一個主要概念的重複 然後去建立起句子與句子之間的這個銜接性這樣 那在銜接性有很多種建立方式 那大家可以在寫作中嘗試去發現說 這句其實到不了那句啊 為什麼有一種真句跳到那句這樣 這個就是邏輯的銜接性 那其他東西大概就是 你們看了大概就會了 那主要就是這幾個東西 一個就是說one argument one thesis 這是最重要的 那因此你要避免累贅 我會把你整段話起來說這個是redundant 這是累贅 因為它對你的主要概念完全無關 那你們經常會做這樣的一件事情這樣 然後去建立反論 然後可能有一個問題還可以講到就是說 當你要去 你會去發現你的小論文裡面有幾個主要概念 比如說你可能會講德性 你可能會想要講勇敢 你可能會想要講音樂 你可能會想要講戰爭 那你一旦提到這些概念的時候 你要非常敏感的意識到說 我們課場上討論這個概念的時候 我們給的定義是什麼 那你要不要使用那個定義 也許你會想要割了翻 你會覺得這個定義不夠 你想把這個定義變得更精確 或是更怎麼樣怎麼樣這樣 就是說你要去意識到 你的主要概念是哪些 然後你要為這些概念 你重新給一個定義 比如說你如果提到德性 德性你看那麼多有不同的看法 那你要自己給德性一個定義 你可能是選擇 課場上某一個說服你的那種說法 來給他定義 或是你自己再把它修正 再重新給他定義這樣 所以你要重新給關鍵概念 你自己的定義 這樣你的論文就會變得簡化很多 不然你太多那種 沒有被定義的詞彙啊 會讓你的論文變得非常複雜這樣 那複雜不是一個好的論文的德性這樣 好的論文德性是 clear 是crispy 是酥脆這樣 酥脆就是簡單的 叫做酥脆這樣 大概是這樣 酥脆這樣 對 對 睡棋 睡 ver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